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采访小组要带大家前进顶级的烧肉店吃和牛咯 这么贵松松的和牛呢当然不能随便烤 浪费了它的应有价值 我们赶快请专业的烧烤达人教我们品味和牛咯 今天为您准备的第一种是我们的上等牛鱼鸡 那牛鱼鸡是比较肥瘦均匀的部位 那再来第二个呢是上等牛五花 牛五花它就是油脂会更丰富一点 那吃起来会更有和牛的牛油香 那第三个我已经准备的就是我们整块的沙朗牛排 我们就先从里肌开始 然后牛五花最后再吃沙朗 因为里肌的话它的瘦肉部位会比较多 我们从油脂少吃到油脂多的 它这个大概要烤多久 其实我们不会一直频繁地去给它翻面 因为当您等一下看 它牛肉开始烤了之后呢 它表面会开始渗出它的血水 但血水其实也是你的肉汁的来源 当你一直频繁地去翻面它的时候呢 你这块肉到最后吃起来就会非常的干 可以看就是从它的侧面 开始有颜色上色之后 表面的血水开始浮出来之后 我们再做翻面 都有平均都有铁熟 对…我们再做翻面 不用急 那当然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稍微翻面一下 检查一下它的状态 看一下它的状态有没有问题 那通常以河牛来说的话 我们不建议吃到全熟 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吃 五到七分熟的熟度 我的话呢 表面我都会拉像这样子 脆脆的 这是所谓的美娜反应 那它有这个反应上去的话 你吃起来它的就会有一个 肉的焦香味 那另外一面的话 其实我们简单 另外一面不用烤到美娜的反应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烤到这样的话 它会太熟 我们就会烤好像这样子 然后让你做享用 就是很漂亮的五分熟的熟度 这是我第一次吃的牛 真的很嫩 然后再有一点点海盐的鲜 真的跟自己烤的不一样 吃完油脂较低的牛里姬 喜爱油花的套客 可以点选这道上牛五花 就是牛腹肉的部分 但粉色肉质混搭雪白油脂 灯光照射下闪烁晶莹剔透的光芒 而且为了让客人吃到食材的原味 店内牛肉都没有调味 当牛肉与铁网相遇时 发出滋滋作响美妙声音 引人食欲 入口后油花丰美不腻 更让人陶醉不已 采访小组马上献学献卖 试试看烤工如何 侧面已经开始上色 这时候你可以稍微翻起来检查一下 像现在这样子 它就已经是一个 很漂亮的梅纳反应了 我们就大概在等个三到五秒 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翻面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翻过来 然后你能看到 它就是油脂去把它做得上色 等你全部翻完的时候 大概第一块就可以夹起来了 全部翻完 对 植火烧好的五分熟上牛五花 肉质滑顺而不腻口 油脂化在口中真的刚刚好 不油不腻又能感受到 肉汁蔓延在口中的满足感 滋味真是一绝 冲绳和牛吃起来比较不会油腻 对 它的 因为我有听老板说 就是因为它的饰养方式 还有它的天气因素 所以就是杀的日期来说的话 就是冲绳和牛会比较 养的 饰养的比较久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就是香甜 然后油腻感比较少 接下来就进入到重头戏啦 来和牛烧烤店怎能不品尝一下 油脂丰沛分布均匀 油花有如樱花缤纷落下般 美丽的沙朗部位呢 为什么像这样的沙朗 是他要用整片 因为像沙朗 菲利 然后乐眼他们都是牛 我们比较常去西餐厅 你会吃到牛排的部位 所以我们一般都还是会比较 尤其就是日本和牛 不要浪费 我们会比较推荐 就是像这样牛排的方式 那我们桌边会为客人服务 一般我们都还是建议 就是五到七分熟的熟度 那这个也是像看它粗鞋了 一样 其实烤的方式是一样 但只有一个差别是 因为它的厚度 跟刚刚的肉不一样 而且牛排我们要吃到最好吃 稍后还会有一个静致的手续 我们可以看到它 因为就是和牛 所以它表面会非常漂亮 这种金黄色的 对 金黄色酥脆酥脆的 将肉的油脂逼出 表面呈现金黄色酥脆感 就可以离火静止一分钟 之后再回烤一下表面 最美味的五分熟沙朗和牛 就可以享用啦 为何这里的烧肉 可以那么令人垂涎欲滴 口水直流呢 原来这些可是台湾唯一 冲绳官方认证的和牛专卖店 而店纸就位于台北市捷运 善导四站附近 不能出国 又思念冲绳和牛美味的朋友 不妨来这里满足一下吧 驰猿牛它基本上 它是没有出过国的 台湾是它唯一出国的地方 因为它的产量非常的少 它在去年的产量 一年才六百多头 六百多头的概念是 它一个月就只有五十几头而已 从事和牛贸易进口十多年的老板 Jeff原本是在香港帮朋友采购日本和牛 后来台湾开放和牛进口后 对日本和牛市场相当熟悉的他 深知冲绳地区才是日本和牛的 美味关键而决定引进台湾 水原岛它是一个日本最南端的岛 那所以它在三四十年前 它是都是在养小牛的地方 它把所有的小牛养到九个月 送到日本的各个产区去 它送到宫崎就变成宫崎牛 它送到神户就变成神户牛 它们为什么在冲绳养小牛 因为冲绳本身是个珊瑚礁地形 所以它们的水都是含礦物质非常的多 所以在它们那边养的小牛 它们的骨头都长得特别好 小牛骨头特别好的时候 相对的它就可以养得更肥更大 所以它到每个地方去 它们的风平都很好 所以日本各地的农场 都要指名冲绳的小牛 来自石原岛的和牛 因为地处南方 油脂的含量反而更适合 不爱油腻口感的台湾人食用 也打破大家常对和牛 有吃多会过腻的影像 而为了意改大家对和牛的油腻感 厨房主厨更向我们推荐一道 超适合在吃和牛时搭配的前菜 很多人会怕吃皮蛋 因为它有一股味道 那我们的皮蛋有经过另外的调味 有放蒜头 辣椒跟洋葱 比较辛香料比较重一点 所以整体来吃起来 大多数都很多人很会接受这种调味 因为它算是属于开胃菜 吃完前菜 番茄皮蛋 再来品尝和牛料理 综合了和牛浓郁的滑润口感 让舌尖味蕾能真正体会到 和牛绝佳滋味 而除了直火烧烤 香味肆意的和牛烧肉 日本人爱吃的寿司 当然也不能在日式料理店缺席 不过这里的和牛握寿司 是经过主厨的创意改良 融合台湾独有的元素在里面 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握寿司 我们的寿司米里面呢 我们会加一些只有台湾拥有的 辛香料 那就是马糕 而且这个马糕的分量不可以太高 因为如果太高的话 它会把和牛的本身的甜味跟香气 给拉掉 所以加一些些适当的调味 就可以足够去把和牛本身的甜味 跟油脂的饱和感给激发出来 完全手工切片的和牛肉片厚薄不一 炙烧至五分熟的上牛五花 入口即化 滑顺口感搭配着 淡淡马糕香的醋饭 一口一个饱满的油脂香气 幸福感瞬间暴增 保证会忍不住再来一个 而且为了让客人吃到最top的日本和牛 老板还特别聘请日本职人师傅 来台轻瘦手工分切 以及和牛精修的技巧 餐厅设计上 二楼提供烧肉服务 采现点现切方式 确保每块肉烧烤时的口感 可以吃到最美味 十元牛的烧肉料理 而一楼呢 则规划成贩售外带肉铺 和举酒屋空间 想买回家自己享受和牛大餐 也是另一种不错的选择 老板更在访谈中 分享了自己开店的初衷 就是想让高品质日本和牛成为年轻人也吃得起的高CP值美食 现在不能随意出国的日子 不妨来这间台湾唯一可以吃到十元和牛的烧肉专卖店 用美食抚慰一下空虚的心淋巴 鲜嫩多汁 然后烤起来就不会干干彩彩的 它的肉很Q 真的 跟活的一样 跟就是刚刚活生生从那个北海道抓来一样 非常的鲜甜 欢迎回到台湾百味 你喜欢吃烧烤吗 在新庄有一家烧烤店 小小的店面没有特别的招牌 但是依旧吸引了许多掏客上门消费 原来他们使用的食材和别人不一样 通通都是空运来台 而且非常少见的鱼获海鲜 像是来自北极海域的雪场蟹 肉质比帝王蟹还要鲜甜 还有来自中南美洲的花鲮鱼 以及来自北海道的雪鱼干和扇贝等等 不用过多的调味料 就能够烧烤出海产的鲜甜滋味 摊味上的海鲜准备上架 各式各样的海滋味排排站 几乎都是飘洋过海空运来台 这个是我们的扇贝 那它是从北海道那边进来的 那大部分的扇贝有些都是从中国大陆那边进来的 那那边的环境包含他们的像这种保鲜的那些专业知识 也没有日本人那么好 对 所以它的那个鲜度就有差异 来自日本北海道的扇贝品质打包票 因为老板还特地到日本的工厂看过 渔民收起来之后就直接送到附近的那个加工厂去做加工 那它原先扇贝是两个壳 那它经过经过那个一个机器去清洗 那再加上一个振动东西 把它的扇盖整个振动掉 那我们的货就直接下去做急速冷冻 客人定位炉火全开 日本产地直送的扇贝直接放上烤架 不一会空气中散发浓浓海味 扇贝堂至溢出烤出最佳状态 通常扇贝我们都只有烤到半熟而已 对 你烤到全熟第一个尤其是水散 它熟了之后它一定会缩小 那它会释放出它的甜分 那当你把它烤到全熟或者是你煮到全熟的时候 它的甜分会完全几乎会释放出来很多 烤个半熟它还有一个香气 它有烤过的香气 那还有大多数的那个汤汁还会锁在里面 五分熟刚刚好的程度也不必调味 直接送到客人面前吃原味 这里的扇贝它真的是肉质很鲜美 然后它又汤汁很多 再加上这个主厨的技术 让整个扇贝都充满了汁的感觉 不会很干这样子 很容易就入口 然后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鲜美 就新鲜度感觉就达到100分 原本对海鲜不懂的文熊几年前受到同学邀约 一脚踏进海鲜烧烤这一块 同学懂水产 但文熊这个门外汉 只能在短时间内大量吸收相关知识 现在已称得上是水产达人 手上拿的这一支 是来自北极附近海域的水产蟹 特色是体型大 肉质丰厚 据说一只可以重达4到5公斤 光是蟹脚就和文熊的手臂一块一样长 雪场蟹的话 它的名字的由来就是 因为它跟捕获雪鱼的场地有互相重叠 它是在底层 那有时候在捕捞的时候 它可以顺便捕获到这个雪场蟹 那它的一个命名的由来就是说 它是在捕获雪鱼场所抓到的螃蟹 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它的价格也比帝王蟹高出很多 肉质上也有一些差异 对 它比较细 那雪房蟹的话它的肉会比较粗一点 像这个雪场蟹我们捕完之后啊 我们会把这个肉啊把它剔出来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那这样子烤起来的时候呢 它比较不会连在壳上面 那客人要去使用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 那筷子稍微一剥 可以把整个肉就这样子剥出来 贴心举动让客人更好使用 上了烤架的水场蟹 经过了高温制烤 蟹壳蟹肉渐渐油白转红 关到客人面前又是一阵惊呼 鲜嫩多汁啊然后烤起来就不会干干柴柴的啊 它的肉很Q 真的 跟火的一样 跟就是刚刚火生生从那个白海道抓来一样 然后非常的鲜甜 会不会觉得吃的时候都不用费力 对因为基本上一般你光剥壳就会 很难能够这个样子你看整块都是肉 然后直接大口咬下去 很过瘾哦 哇 非常来看 烧烤店里的另一个合伙人是黄建民 大伙叫他大爆 年纪轻轻有五年出师经验 助理花仓技巧成熟 因为从小在金山海边长大 对海鲜自然熟门熟路 它的原产地是阿根田 对 就是中南美中南田 对 那其实这一只鱼 它在台湾的能见度还很低 对 我们那时候刚接触的时候 也是没有想过它会那么好吃 因为我们台湾都是海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台湾的水产其实应该就很豐富 但是其实国外还是有真的很多很棒的食材 它有一个很独特的香气 就是有点奶油香 而且它的水分 它又很贵 然后它的肉质又够绵密 不会像一般的鱼 有时候用烤的会很柴 台湾罕见的花仓鱼 据说顾客吃过后回点率高达八成以上 说是靠着大宝精湛烤技让它美味加分 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它的鱼其实它含水量很高 所以我们会尽量把它的水分烤得干一点 然后收干一点 它原本的香气跟油度才会更显现的主要 像它们都直接现点现烤 虽然说有时候是要等 它们就是烤的我是觉得都很恰当 可能有的东西刚好不是到全手 刚好八九分刚好是最汁的时候 所以你吃起来的口味我就觉得 赞 让顾客按赞的合伙同伴共有三人 懂水产的同学负责批货 文雄和大宝就负责店里的烤台工作 别看两人现在烤鸡一流 回想三年前开店 没有接触过烧烤的两人 常常因为烤不及格而被客人打枪 之前一开始还蛮长的 他们怎么说 就是会说你这个鱼 为什么烤起来就不够干 还是说这个蝦子烤起来香度不够之类的 对 都会讲 有时候因为一开始其实烤也没经验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很容易把它烤太焦之类的 都会有 那就是慢慢的学 就是客人打枪我们就要再重新考一份给他 那就慢慢的在里面学到经验 厨师也会很受挫吗 当下 当然也是会 但是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嘛 对啊 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很常做 然后还是被打枪 那当然会很受挫 对啊 当下的情况 当然是卫生客人说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哪个食材 那可能不合你的口味 那我一定会先去了解他 不合他的口味是怎样 是食材本身的问题 还是我烤的问题 边做边调整 现在两人对鱼获不但撩弱指掌 也深知只要东西新鲜 特别 顾客一定吃得出来 就像他接下来要做的鱼鱼干 它是其中一种的鱼鱼 对 然后它的大小就这么大的鱼鱼 对 然后的话因为 他们那边其实很常吃这种干物 就像日本会有鱼叶干啊什么的 然后它这个的话 它就比鱼叶干再更干一点 它有点像干燥 对 然后它的鹰度又有 咸度又够 所以很适合虾脚 对 单吃也很强 对 而且这个台湾应该也没有少人在买 对 我们都会去找一些能见度特别少的食材 对 来自北海道的鱼鱼干 小小一只肉质Q弹 油脂咸香 当下酒菜最适合 在这小小的店面里 是三个好朋友一起开的店 大家个性不同 却能分工合作 我们其实三个人本来做的行业就都不一样 所以会对某些点会特别的注重 像我的话就会注重在给客人出餐的那个样态 还是说我们本身食材放在这边 他就是要把它品质顾好 他就是比较注重一些小事情 像有时候我们会看不到这边很脏 然后他觉得我这边很脏 然后他就会一直就拿 他主要会关注这一块 还有对于酒类 还有一些饮料 他会特别注重 三个好朋友 靠着对水产的认识而接触到烧烤 用新鲜的食材和真诚来和顾客交朋友 所以即便店外没有明显招牌 但还是培养出一群支持他们的老顾客 三不五时就会到新庄福美街 来这尝鲜 这家店在我们南指是很出名的 所以说没有人不知道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海鲜粥 主要是它那个汤很鲜甜 真的很好很好吃 我到现在还想再吃一碗 欢迎回到台湾百味 接下来要介绍这家位在高雄男子的景观餐厅 除了有专属特制的美味餐点 还有绝美的露天座位 店家精心的布置 以及闪亮亮的灯光装饰 非常的有浪漫气息 很适合约会聚餐和拍照 来这边用餐 你可以坐在舒适的环境 听着随时间变化的音乐 也可以完全感受到南台湾独有的轻松与自在 另外餐厅还有提供专业的求婚团队 可以帮请你们完成求婚大事 是一间充满爱与浪漫的用餐型选择 这家位于北高雄男子区的景观餐厅 白色海洋风情装潢 整个餐厅的用餐氛围非常吸睛 这里的空间占地400平 座位都相当的宽敞舒适 室外露天区更是非常的用心摆设 适合三五好友来这里品尝美食 小酌一下 天天歌手现场演唱 度过一段可以好好放松的浪漫时光 非常放松 然后一进来就是有音乐 然后你会很开心 我来这边最有印象最深刻的是 好像是前年的跨年 然后这边是人山人海 几乎是客满 然后气氛很热络 然后跨年倒数的时候 那种感觉很特别 开店眼光相当独具的老板陆佩丽 别看他一脸娃娃脸的模样 开店资历已经有23年 19岁时就凭着一股圆梦的拼劲 开始了他第一家饮料店 竖起大拇指说陆老板是一位在地的餐饮女饮池 可一点都不为过 目前拥有三家餐厅的他 每间餐厅都各具特色 重点是创业23年来 每家店都是赚钱的 究竟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其实我选的地点其实都是很 应该不是算市中心 不是淡黄区都是一种淡白区的边边 对然后我觉得我只是想要利用我自己的特色 跟创造跟别人不一样去卖我的创意 我觉得好的店面然后好的设计 然后好的就是从外观就会吸引客人进来 老板陆佩丽说开店成功没有捷径 抓准流行趋势 再加上食物吸睛好吃 客人自然愿意自己上门 即使他的店不是在高雄市中心 而是在桥头 男子 这些观光 较冷门的地点 依然会有客人愿意大老远来店用餐 这就是他开店的必胜诀窍 要开一家客人愿意主动上门的店 那时候我都聘请大学生都是很漂亮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穿制服 然后当服务生 服务人员 所以我可能十个来面试 可能只录取那一个最漂亮的 然后跟我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 很多都去当空姐了 然后很多就是以前都会 他们都会说我们是正妹的店 陆老板自豪地认为 他们赢的不只是用餐氛围 在餐点上也打破了一般景观餐厅 食物不好吃的苛舅 因为店纸位在高雄 鹅阿寮的宇室附近 所以餐厅食材都当地化 像店里的招牌小点心 起司 湿木鱼丸 就是使用鱼翅膀 每天新鲜手工现做的湿木鱼丸 用九层塔的 这个是鱼翅的鱼丸 可以看看 主厨说这里的湿木鱼丸有很多口味 店里使用的是九层塔口味 在口感和味道上更有层次 因为老板一直想要 以当地食材为主 以当地的经济 其实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助这些 那我们就是想说 我们用丝木鱼丸去做料理 那我以前觉得有一道 就是像瑞士肉丸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开始从丝木鱼丸 然后把它用西式的做法去包装 所以我们有用气息 而既然餐厅是位在 有丰富海产的鹅阿寮附近 怎能不去鱼室好好挖堡来入菜呢 我几乎每季或者是每个月或每周 我就会固定来鹅阿寮市场看一下 因为每一次来的季节的雨啊 或者是海鲜其实都会不太一样 对 然后我会希望用最当地的食材 然后新鲜的鱼 然后去熬鱼汤 然后煮我们的粥 或者是像有鱼碗啊 还有鹅啊 其实每一季都会不一样 大小科也都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都会来看一下 我也很喜欢来逛这样的鱼市场 我也喜欢海 所以跟海洋 就是专卖这边当地的食材跟海鲜 你看这很便宜哦 一盘才60块 对 只要当季的都很便宜 对 可以拿来熬汤 对 眼睛亮的 你看这眼睛都是亮的 加300 3点的300 你的喉嚨呢 5块 有时候季节真的会缺货 就是都没有也抓不到 对对对 因为我们的招牌就螃蟹走 对啊 所以有时候是这个 有时候是那个 这大粒的吧 对 大粒的 你给我们拍我看看 好 给你们看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鱼的 这个比较棒 满载而归后 当然就要好好借用 主厨的好手艺咯 像这碗铺满了蚵仔的 海陆双拼肉燥饭 比起一般的肉燥饭 吃起来更增添海味 同时也减低了猪肉 给人的油腻感 吃起来满足感十足 而富有创意的陆老板 当然也会好好利用 这样的食材 做更多的变化咯 像生蚝披萨 这样的创意料理 就在讨论情人节的菜单时 被激荡出来了 蚵仔两个海鲜过来的 很新鲜很好吃 而且我可能大都很大 对 很大 蚵仔都超大颗 而且是薄皮 薄皮的又酥脆 然后起司也很多 蚵仔多汁软嫩 然后你含下去 你就入口即化 现在正是品尝秋蟹鲜味的好时节 餐厅的招牌人气餐点 螃蟹海鲜粥 也是会根据捕捞的品种做更换 像现在餐厅多以红荀为主 富含蟹肉 蟹膏 蟹软的红荀 一次可以尝尽螃蟹的三种精华 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吃粥 对 然后有一次 我的一个姐姐 有一个好姐姐 带我去一个很偏僻很偏僻的地方 我跟你说那个螃蟹粥很有名 很好吃 那我就记得了 原来那个螃蟹粥长这样 可是因为我们这家店 我想吸引来的又是年轻的族群 然后我想要的是完美店 所以我就希望来的客群是 这个螃蟹粥是可以拍照 否拍照 然后又是美味的 像完美不可能去海产店 然后很偏僻的那种 很local的那种餐厅 然后脏兮兮的地方吃 就算它再好吃 我可能也没有那个氛围 赶快吃吃就要回家了 粥里面我们比较特别 我们会加南瓜酱 对 因为南瓜酱 它本身会带给海鲜的甜味 而且非常 南瓜酱跟甲壳类 其实很适合 我第一次来是因为这个 这家店在我们南指 是很出名的 所以说呢 没有人不知道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个海鲜粥 主要是它那个汤很鲜甜 真的很好 很好吃 我到现在还想再吃一碗 对 对 对 吃那个粥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路拉丸说 虽然他们餐厅没有靠海 但因为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海 所以店名中带着海洋 就是强调 餐点都是以海鲜为主角 像这道风味番茄炒海鲜 除了选用当季 雄七的海产 曾在英国学习厨艺 也在米其林餐厅 接受过磨练的主厨 就相当重视整体海鲜料理的口感 他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番茄味道 来增加这道菜色的浓郁度 我们用生理番茄去风干 然后还有番茄酱 就是希望客人可以吃到 不同番茄的口感 西班牙 风干番茄 其实非常常用 我喜欢东西有点调味 所以我今天可能吃的酱比较偏 可能有点带微甜 因为番茄本来就带微甜 烤过之后 然后我用一点辣 就是可能吃一吃 可能会有一点辣辣的感觉 那再吃 我希望它的味觉层次比较高 深信喜欢创新多变的陆老板 并不满足于一般餐厅的经营模式 现在这家景观餐厅 最广为人知的 是包办求婚企划 他们协助许多情侣 在这里完成求婚大事 洗手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对生活充满幻想的他 在家庭感情陷入低潮时 开了这家店 却在姻缘际会下 一年前开始帮客人筹办求婚活动 于是他决定化悲伤成力量 想带给客人像家一样有爱的幸福感 而每次的求婚感动 不只丰富了情侣的幸福记忆 也同时治愈了他的情商 我发现天哪求婚团队居然费用可以这么高 我就会觉得 我就发现这样的趋势 觉得这样的费用其实太高了 也许很多人其实是消费不起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己也帮客人求婚 我的求婚最主要不是想要赚钱 我是想要带给别人幸福 带给男女主角回到最初 然后给他们感动 然后给他们有时候看到他们都已经交往十年 十五年 然后再来求婚可以回到当初的初衷的那一份感觉 餐厅独有的浪漫氛围 陆老板也充分发挥了他的强大执行能力 提供各种包场服务 如户外婚礼 跨年 生日派对等 并为寿星免费送上花式造型调酒饮品作为祝福 其实来这家店很多人是为了庆生而来的 所以我们为了就是可以让客人来 然后很满意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个 庆生花的试管酒 就是有很多试管 对 其实还蛮有特色的 有了这些经验的累积 现在的他不只卖美食 卖气氛 他有更大的愿景 希望打造全台最幸福 最令人感动的餐厅 所以现在餐厅每周也会举办多场联谊活动 帮助单身朋友拓展交友圈 认识新朋友 甚至走出户外举办大型交友联谊 促成了多对的幸福缘分 陆老板感性的希望 餐厅想带给大家的不只是美味餐点 而是美味客人回家时都能有星光般的 灿烂笑容与满满的幸福 我们曾经非常非常的惨 一天营业额不到一千块 那时候非常难过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找寻方法 很辛苦 对 但是我们一样撑过来了 就在运动场上如果裁判还没有民敌 我们还并不知道谁输谁赢 对 所以坚持最后一秒钟 欢迎回到台湾百味 体育讲求不服输 越挫越勇的运动家精神 而原本是橄榄球国手的蒋浩翔 离开了运动场之后 有感于运动员没有一技之长 在职场上很难生存下来 于是他拿出了运动家精神 努力拜师学艺 甚至还开设了一间日式居酒屋 成功开创自己的另一条路 然后最难的就是 他店里找来帮忙的伙伴 也全都是运动国手 蒋浩翔希望透过这间居酒屋 能够成为这些运动员的另一个竞技战场 继续热血下去 毕业之后就找到一个正直的工作 因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一技之长 就以前没有碰到的东西 然后所以就把这里当作跟家一样 这是进入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学做串烧已经两年 然而说起过去的专长 跟吃的拔杆子打不着 说是跳动也不为过 因为他竟然是女类国手 以前是类球专长 然后是外野手 对 然后也是从国中打到高临 大学 我打橄榄球的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就想说就趁年轻嘛 然后多学一点 其实我在做吃的之前是学油漆 然后还有水电 他叫小鬼 身高180公分 曾是橄榄球博手 然后不只是靖茹和小鬼两人 其实在这里工作的全是运动选手 有的打网球 有的是打篮球 共同点事 他们现在都要照简浩翔为老板 球员的出入毕竟有限 那出了社会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那大家都是要从零开始 就好比你看直办 直男 老师 运动选手的年纪都有限 你到了三十几岁 三十五岁的时候 慢慢下面的年轻球员上来 基本上你就已经被取代了 皮肤有黑 标准运动员体格的简浩翔 以前就是位橄榄球国手 最好的成绩是打进了亚洲青年杯 以及世界青年杯的比赛 但遗憾的是大学毕业没有考上老师 于是决定投身餐饮这一行 先到别的居酒屋工作赚取经验 现在已经是一个日式串烧高手 因为它本身肉质比较少 那一般人都不喜欢啃到骨头 那我们需要把它左右两边 比较肉多的地方 我们需要把它一块一块地取下来 串烧是居酒屋的主食 尤其鸡颈肉是最难处理的一项 肉勺骨头多 为了口感得细心地用刀 将它骨肉分离 九号翔虽然是运动高手 但料理这一块得重新学习 有一次刀不小心掉在 在座位的时候掉在地上 不小心去划刀自己的脚趾头 那一次划刀就送医院 又缝了三针 三针 对啊 可是没有把你吓到 没有啦 这个不会啦 那一点点痛不算什么 从运动选手变成料理达人 简浩翔后来更动起了开店的念头 他想日式串烧 让自己有了一技之长 相信一样也能够帮助其他的运动员 于是他找来了以前的同学 也是橄榄球博手的小鬼来帮忙 主要就是他 你那时候怎么跟他做 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讲说 我有这个想法要弄一家居酒屋 对 那你有没有兴趣 跟我们一起拼 对啊 那也很感谢小鬼他 毅然决然地就辞掉工作 赴汤倒火的马上过来帮忙 真的吗 小鬼 对啊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啦 就想说 因为从小到大 就都认识很久了 其实他暗恋我很久了 没有啦 镜头前毫不掩饰地开玩笑 看得出两人的好交情 小鬼的加入 一开始大家都很拼命 只是营业而却少得可怜 我们曾经 非常非常的惨 一天营业额不到一千块 一天成本至少要八千到一万 对 所以我们其实就 那时候非常难过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找寻方法 生意不见起色 不但没有打倒他们 反而祭出他们的运动家精神 除了发传单之外 我们就网路 对 网路我们也有宣传 然后朋友介绍都有 对 所以一路走来就 很辛苦 对 但是我们一样撑过来了 就在运动场上 如果裁判还没有民敌 我们还并不知道谁输谁赢 对 所以坚持最后一秒钟 就是这样用这个精神走过来 对 这就是体育的精神 没想到三个月过去了 生意越来越好 这时店里需要更多人帮忙 但简浩翔坚持用运动员 其中的简金龙 还是他特地从阿根廷请回来的 现在我要鱼要开背 做成叶干要把它开背的动作 那鱼跟肉要分开的状况下 我们会选择从背起的地方 背起这条线 先划一刀架刀 方便入刀 然后往前带 直接推 简金龙下刀利落 从背后切开要一起合成 对半剖开后处理干净 还要用铁钩把鱼串起 两面均匀撒上盐巴 风干一个晚上 一夜干顾名思义就一夜风干 我们尽量把多余的水分脱掉 保留它的油脂 对 现在吃起来会比较细腻 也会让我们就是像鲜鱼的口感 它做得有点不像鱼干那么柴 简金龙曾经是网球国手 国中高中那段年轻岁月 手拿的都是网球拍 现在球拍不拿改拿鱼刀 他说会跑来和简浩翔 做日式串烧 全是缘分 年纪到了 然后本来像经商 可是因为刚好 因为亲戚在国外 然后人就出国了 然后到阿根廷三年 可是碍于语言方面的能力 然后刚好又回国 然后在于创业这一区块的时候 老板那个时候刚好就是 我刚好回来 然后他就说 你上来 你上来 我们开餐饮业的东西 然后说我不会啊 从当初的完全不会 到现在 简金龙已经是各种高手 因为我们打网球 毕竟你要用球拍去控制球 方向 集球点 甜蜜点 你要掌握到精准度 那运用在刀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运用刀的刀尖 刀锋要去切食材 还是也要一定的精准度 可能这个比较有关系吧 就这样大家都离不开了 在一起打拼超过四年 静茹是他们的学妹 两年前才来报到 现在跟着蒋浩翔 从刀工学起 这个 这边稍微去一下 对 不要让客人吃到太油的地方 OK 那边边脚脚那边稍微修一下 他刚开始只会 只会拿球棒 他不会拿刀 他的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这里 他刚开始切的时候怎样 怎样招 怎样招 都切到手 他也是会切到手 跟我们一样 他没有拿过刀 也是一开始也是伤痕累累 简浩翔生枝 外界一向认为运动员 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一旦决定加入 就得下苦工 把功夫通通学回家 因此即便静茹是女生 骂起人来也不心软 食材方面会比较要求 对 那他如果有 有一点闪失的话 我是不太容许他这样子 你那时候骂他是 怎样教你 我那时候骂他 你是白痴吗 结果他就跑去厕所哭 是跑到厕所吗 就躲起来 就躲起来 去外面呼吸 细线空气 有哭吗 就还是会啊 可是你还是撑下来 对啊 所以当下是擦干眼泪 继续 就像是运动场上 没有认输的权利 尽如每天必须把松板珠处理完毕 切除多余的油脂让口感更好 还得把松板珠一块块切成一致的大小 好方便入口 简浩翔说 一家店要吸引客人上门 任何细节都不能马虎 现在大家在店里各司其职 更像家人一般相处愉快 从一百年开业到现在 简浩翔的居酒屋在台北市 已经拥有两家分店 天色渐暗 居酒屋生意才刚要开始忙碌 意外抽筋 就像是比赛场上 大家就落战位置 这一旁架上炭火炙热到不行 像一串串美味的烧烤 烤得滋滋作响 木头的日式装潢加上微暗的灯光 就连远道而来的日本人 也爱上这里 吃过之后觉得它的味道怎么样 很好 跟好像日本的味道一样 日本的味道一样 好吃吗 好吃的 日本的味道一样 台湾人在台湾 日本的味道一样 他说在台湾 当时味道跟日本一样 就很快辣的感觉 就是很倒腻的感觉 对 精心处理过的串烧 香气弥漫整间居酒屋 松板株涂上特制的蒜油酱 更甜风味 用盐腌制一叶的一叶干 两面烤到金黄色 简单美味 客人点餐再搭配一壶清酒 超有feu 我觉得这边食材蛮新鲜的 味道口感还不错 对 然后它那个鱼啊 还有那个串烧还不错 我坐在这里感觉像 像在日本一样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那个味道呢 味道也不错 我觉得更加了一点台湾的特色 就是偏甜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女生都比较喜欢甜的东西 东西好吃 客人捧场 简浩翔的居酒屋做出了口碑 回想一路的创业过程 简浩翔说 他就像一开始不被看好的球员 没想到一路过关斩将 现在连父亲都以他为荣 其实那时候很反对 我出来做餐饮 那也革命了一阵子 革命了一阵子 所以我自己出来创业这样 当时爸爸不太能谅解 对啊 但是 现在他很开心 然后 很骄傲 不敢说骄傲 至少我没有 我没有让他丢脸 没有工作 冠军也没用 后悔把宝贵时间 用在运动上吗 他们说 热情的血液永远都在 退下运动员身份 他们换上了日式工作服 从球场到居酒屋 他们转换正场 但目标一致 希望用美味的料理 在餐饮界中 勇夺冠军 感谢你的收看 想要获得更多的美食资讯 欢迎加入台湾百味领书社团 高点电视台台湾百味IG YouTube频道 我是洛宇文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